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 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愧的工人这个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叶光明 为了更好的帮助你研读圣经 我特别为了准备了一本小册子是免费送你的 希望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来信向我索取 记住了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希望你记住了 好我们言过正算 最近这段日子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大的主题 就是婚姻这个主题 那今天我想跟你重点讲一讲 婚姻的预备这样一个题目 在上一讲我们谈到了如何寻找适当的配偶 我们也同时看到圣经里头的一些原则 并且提出了八个很实际的建议 那就让我们首先来重温一下的八个很实际的建议 第一相信神对你的一生是有计划的 第二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神 第三要预备好经历死亡和复活 第四走在神话语的亮光当中 第五要多与属神的人交往 第六要认识我们做神儿女的价值 第六要在神的面前等候 第八必须对圣灵敏感 那么另外有些话是特别对听广播的做父母的说的 也就是专门对为人父母的讲的 就是做父母他必须在儿女的婚姻上要出力气 负起该父的责任来 不要让子女盲目的去乱闯 而要给子女适当的辅导和关切 那当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那个封建时代 父母为命那个年代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提倡这个 但是父母也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 让子女随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原则去找对象 这是非常危险的 作为基督徒的父母 为了要让子女的终身大事 要更符合圣经的原则 我们在这件事上要多多的祷告 要给他们一些提醒 提醒他们应该有的原则和方向 甚至是直接参与儿女们在选择配偶这方面 提供一些意见 那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了 但是很可惜啊 如果父母不是信主的话 他们可能为子女介绍一些不是信徒的一些朋友对象 或者是纵容他们跟不信的人去谈恋爱 那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了 因此我就建议未婚的年轻信徒日常要多跟信徒要交往 最好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啊 和主内的长辈们商量商量 听听属灵长辈的意见 让他们担当我们父母的责任 我讲的如果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 让教会的长者来代替你父母的一部分的责任 提个意见 这应该是父母的责任啊 当父母不愿意的说 或者不能够给正面的引导 那么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长老就应该啊帮忙了 要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去辅导他们 最理想的就是父母亲自的担当起这个责任 但是如果父母不愿意 或者不能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 那么教会的长老牧师们就应该要相对来说 要负上一定的责任帮帮忙了 另外一个跟相关的忠告 那是给年轻人的 除了神的福分以外 父亲的祝福也是很重要的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是父母不信主 但是作为子女的 仍然要在可能的范围里头 我们求得父母的接纳和祝福的 这会使你的一生大不一样的 要记住 十诫当中第四诫 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在除埃及记的二十章十二节经文说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我是深信神的贱命是实在的 人如果不孝敬父母 他的一生啊 必定得不到神的福气的 那虽然他可能接受了救恩 但是神的福气依然是会远离他的 我说的是不孝敬父母的人 那因此啊 你要尽一切所能的 使你的父母支持你 即使这意味着要等待 或者使自己顺服 这是你经历死而复活的 其中的一方面 一个例子 我不能够为你提出 一些什么规条出来 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当然是来自圣经的了 我真是不希望看见更多的人 在婚姻当中跌倒一生的痛苦 因此让我们小心的遵循圣经的原则 好叫我们不在这个重要的决定上犯错 好 接着下来我们要来谈谈 怎么样预备婚姻 首先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这两条经文可以说是 成功的基督徒生活的阶梯 经文所讲的真理 不是仅仅限于婚姻的 而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到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那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两件经文以所以这两个字都开头 这就表示是直接连接了罗马书前十一章的内容的了 这前面的十一章是基督教信仰伟大教义的基础 而罗马书全卷说 在逻辑方面是非常精密的 我想要在这个地方给你强调一下 相信圣经 并不是我们觉得智力上是低人一等的 保罗在罗马书前十一章当中 讲到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待死和复活 给全人类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 都带来了丰富的供应 可以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 那其实几乎所有的新约圣经 凡是谈到教义根基的地方 都有实际的应用的 那这是新约圣经的特点 绝对不只是给我们空洞的什么神学理论 如果光是谈抽象的神学 那教会的信仰和生活 那就是再悲惨不过的了 因为我们只能在课堂当中讲论神 而不能在生活上去经历神 在罗马书的十二章 那就是前十一章所谈的神学的实际的应用 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 那么这里就进一步的告诉了我们 神对我们的要求和期待了 第一第二节 是神期待我们去做的头一件事 但是很可惜啊 不少的基督徒都看不见这个重要的真理 大部分人呢并没有去实践 也可以说没有去实行 其实神的要求是很简单的 一点也不复杂 没有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范围 那是非常简单又脚踏实地的 神要求我们做什么呢 好我们再来看一遍 经文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神要求我们第一要做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将身体献上 这身体就是指我们这个血肉之躯 要把它献给神 神是非常实际的 那很多时候啊 我们以为啊 神所关心的只是属灵的事 但是神却要求得到我们的身体 从而支配我们的全人 这里所说的是 把身体当作一个活祭 活祭 为什么要活祭呢 因为在旧约那个时代啊 以色列人献祭 是首先将祭生给宰了 然后才放在祭坛上的 保罗说啊 要把我们的身体 献在坛上 不是要杀死的 而是要活着的身体献为祭 当我们这么做之后 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了 我们不再 能去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生命主权 完全是交通给神了 由神的支配我们的生活 我们是属于主的了 他对我们的身体 是有绝对的主权的 他可以决定我们的去向 这是他对我们的 头一样的要求 第一样要求 保罗说 这是圣洁的侍奉 原来神所要求的头一样 那是我们的身体 而不是我们的心意 这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神说 你把身体献上给他 然后他就会在你的心意上 做一些你不能做的事 但是 首先 你是要完全的属于神 然后 他能开始在你的身上做工 跟着保罗就说了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人的改变是有两方面的 宗教所能够做的 只是从人的外表入手去改变人 通常是有一系列的什么规条啊 告诉人啊 这个可以这样 那个不可以这样 叫人这个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去遵守这个 但是神改变人的方法 不是这样的 因为靠宗教去改变人 只能够改变外表 但是人内心里头 仍然是叛逆的 所以神就说了 他要从人里面去改变人 先是改变人的心思 当人所想的改变了之后 那么他的行为就自然就会改变了 因为人不能想一套 做另一套的 如果我们像世俗的人那样的考虑事情的话 我们做事也会像别人一样的了 没有什么分别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思改变呢 我们的生活也就能够成为圣洁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十二章 第二节的下半节 这么一个结论 经文说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们可以从经验当中 知道神的旨意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了 我们属肉体的心思意念 是与神为敌的 神不能把他自己启示给他的仇敌 可是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得到更新之后 我们就能够找到神的旨意了 而神的旨意是善良 存全和可喜悦的 首先神的旨意是善良的 神从来不为他的儿女们安排有害的事情 那么然后第二 是可喜悦的 第三 是存全的 完全的 神的旨意安排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能够满足和解决我们一切的需要 神对我们一生所经历的早就已经有安排了 不单是在大的关键抉择上 同样也在我们生活的细节上 婚姻正是神对我们生命计划当中的一个中心 一个人要做的最大的个人决定啊 我说的是个人决定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够反对 就是我们的婚姻的抉择了 你是否相信神早就已经为你准备了你的婚姻对象了呢 我相信他已经预备好了 他只是为你预备了一个 而不是许多个选择 有人说啊 神告诉他买哪一辆自行车 买哪一件衣服 显然神能够指示给你谁是你的婚姻配偶 我相信 神的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就包括了神指定给你的伴侣了 然而关键是在于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 当作活祭 只有达到这个条件的人 才能得到神的指引的 好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四节 经文说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引导这个词 原文所用的是现在的时态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 凡被神的灵不断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当我们蒙圣灵重生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家了 然而 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儿女 我们就要凡是受圣灵的引导 这是迈向成熟的唯一的方法 那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只是满足于得救 他们并没有向前迈进 迈向成熟 他们没有 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被神的灵不断的经常的引导 但是被神的灵引导啊 是找到神对你生命计划的唯一的方式啊 在真言书的第三章五到六节说到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圣经这么说了 但是我们相不相信呢 经历过的人都可以见证 这两家经文是可信的 可靠的 圣灵引导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和操练的 当我们落在困苦当中 我们呼求圣灵的帮助 那不是蒙圣灵的引导啊 蒙圣灵的引导不是一种紧急情况 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 你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 圣灵是有位格的 就像朋友一样的 是需要花时间去培养互相之间的感情 促进友谊的 这样的我们才能够凡事被圣灵引导 圣灵是非常温柔的 他不会向我们呼喝或者是咆哮 我们必须要侧耳 要注意倾听 然后才能够知道圣灵给我们的指示的 我这个地方所谈的对男女都是适合的 因为是谈人的态度嘛 这是最基本的 很多人只是注重行为啊 但其实态度是先于行为的 行为是来自态度的 那比方说吧 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 也强调了态度胜过行动 好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说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你注意了啊 耶稣说啊 古训说不可杀人 但是主说啊 不可向人动怒 而古青说不可犯奸淫 他就说不可动淫念 人不可能在态度之上有错误 但是他的行动行为却是正直的 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一起来思想四种 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态度 首先是对婚姻的态度 今天不但是世人对婚姻有错误的看法 就连不少的基督徒啊 对婚姻也是有错误的态度的 偏离了神的心意 因此破裂的婚姻就由此产生了 教会里的信徒也不例外的 因为教会容纳了世俗的一些事情 当世界进入教会之后 我们的行物和思想就变得和这个世俗毫无两样了 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的 其中的两三节经文吧 当时是耶稣被人家问到有关婚姻 和离婚的问题 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四到六节经文说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那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那首先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头一宗的婚姻并不是亚当自己策划的 他什么也没有做 甚至他不知道有结婚这么回事 他没有计划 也没有要求 这件事完全是出于神 是神所设立的 因此婚姻的出处是来自神 绝对不只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制度 不但如此啊 婚姻的目的也说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目的是合而为一 那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人的婚姻正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一个模式了 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二十五节经文说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做丈夫的没有权利选择爱不爱自己的妻子 因为爱妻子是主的命令 丈夫对妻子的爱就如基督对教会的爱一样的 好 跟着下来 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经文说了 为这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婚姻是一个奥秘 这不是我们能够靠人的认识去领会的 我们不能使一桩婚姻成功 除非我们让神做主动 带我们进入这个奥秘之中 奥秘这个词 在新约时代有一个很特别的含义的 那当时有些神秘的宗教 他们自称有特别的启示 今天我们会称这样的宗教为邪教 他们宣称啊 能使信奉的人成功 然而必须要首先靠他们的引荐 才能进入他们的奥秘 因此 当保罗讲婚姻是极大的奥秘的时候 他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经过引荐 才能经历得到的 那么是谁在领我们进入这个奥秘的呢 是圣灵 这本是超越人的想象打算安排的 我们必须存着敬畏的心进入婚姻 因为婚姻的关系代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 人进入婚姻 就等于进入到一个反映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这种关系当中了 那或许你会 哎呀 一时间觉得自己很不配呀 但是 借着神所赐的能力 恩典和圣灵的帮助 你就可能进入这样一种关系当中了 对基督徒来说 婚姻是一件超自然的事 很多人始终都不知道婚姻的要求 而教会往往没有为年轻人做过一些婚姻方面的预备 所以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进入婚姻的生活当中 这是非常遗憾的 教会应该要为年轻人做婚姻的准备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第二个重要的态度了 那就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今天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在多方面扭曲了的社会 那就是由于自我形象低落和被抛弃感 或者是说啊 没有安全感造成的 主要是因为家庭的失败和破裂 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啊 但是没有自我价值 总是有一种感觉的被弃绝的感觉 也就是被抛弃的感觉啊 这会使一个人呢 难以成功的 他总是需要别人的抬举 安慰他 这样的人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七节经文说 又要爱灵舍如同自己 啊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想过 如果我们连自己也不爱 我们怎么可以去爱灵舍呢 在格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是七节说到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好了 我们如果是在基督里 那就是新造的人 神不是改良我们 教育我们 或者是感化我们 不是的 而是要再造我们 旧事已过 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做罪的奴隶了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而且一切都是出于神 这个新造的人是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的一个人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 那么一切自我的形象的低落 缺乏安全感 被弃绝感 都可以弥补了 然而我们必须要读圣经 才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的 我们必须经常去对照一下 然后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 认识神 唯一能够提高你的自我形象 叫你重得安全感的方法 那就是让神向你的内心说话 并且告诉你 祂是多么的爱你 你要知道 神是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的 祂是多么的爱你呀 祂对你的看法 以及祂为你所做的一切 祂给你提供的一切的供应 这样你就不再有那种 被弃绝的感觉了 再也不会觉得 哎呀我太不配了 我太渺小了 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信了主耶稣基督 你就是全宇宙当中 最好的一个大家庭当中的 其中一个成员了 另外一段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四到五节 也许我们以为 这跟婚姻的题目是毫无关系的 但其实这正是婚姻的基础 没有基础就无法在上面建造了 好我们先看第四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你看了 哎呀原来神在创造世界之前 早就已经拣选了我们 并且有祂的旨意 也就是使我们在祂里面圣洁无瑕 好接着下来我们看 第五节经文说 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在创世之前 神已经决定要设立一个家 而他已经拣选了你成为这个家一份子 也就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份子 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 你就不再认为自己不重要了 还有一个态度 那就是对婚姻 也是十分重要的 对婚姻的态度 就是你对别人的态度怎么样 在婚姻生活当中啊 对丈夫或对妻子的态度 跟对别人态度是不一样的 那尽管你对配偶有极深的爱情 但是如果你是性情自私的一个人 那么你将会在婚姻当中表现得很自私 因为婚姻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情的 一个人婚前不负责任的话 婚后也必然是原样不动的 因此你需要或者你想婚姻美满的话 就必须首先在结婚之前 要培养好跟你周围人的关系 在他们身上开始要操练了 要记住了 自我中心是一个监狱哦 你跟这样的一个人说话 他们会尽量讲他自己的问题 讲自己的需要 我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的 他们不会意识到这样做 会更加的 把自己在这个监狱里头关得更紧 使自己更加不能出来 还有就是快乐的秘诀 那就是去服事别人 你要说不是我 而是基督是我的主 我是仆人 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的话 就会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底下 任何的地方 无论是结婚或者没有结婚 都能够享受到人生的快乐的 好 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在下一讲的时候 我们将继续的谈谈婚姻这个大主题 但是我们会重点谈谈 男人对婚姻的预备 今天我们是笼统谈 男女双方对婚姻的准备 下次我们将谈谈男人对婚姻的准备 欢迎你到时按时的收听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男人对婚姻的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